来香港读书时要如何规划自己的时间呢 大家好我是大哥 一般分为两种情况 第一种目标明确就是准备来港留学的 每年三至六月开始进行职业的规划 和选定目标学校的专业 六至八月进行语言成绩的准备 九月开始陆续递交资料 十至二月开始陆续面试出结果 第二种内地十二月份研究生考试结果 不理想的可以在三月之前尽早的递交相关资料 因为很多学校会有缺口出现的情况 就是俗称的简陋 部分学校的专业用六级的成绩即可申请 那通常来讲香港的每个学校审理周期都不同 一般需要在两到四个月的时间 申请者一般会遇到以下三种情况的通知 第一成功录取 第二等待名单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waiting list 第三申请失败 注意香港很喜欢恶举 很多学校会在最后的时刻才会告诉你申请失败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多种不同的应对方案 不要只是选择一个学校的某个专业进行申请 那如果你在申请的过程中不幸waiting list 那你可以针对你特别喜欢的专业和学校 去写一封能让人痛苦流涕的表白信 表达对学校的热爱和喜爱 做一个最后的挣扎 那总结来说 作为申请人 自己一定要做好时间上的规划和安排 这样才能事发功倍 那下期视频为大家讲述 如何根据自己本科的学校和成绩 选择合适的学校呢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关注大哥带你了解更多想要的询